而杜苏瑞台风连日挟带豪大雨 花莲县消防局灾害应变中心 今天上午9点召开了灾中整备会议 由县长徐真卫担任指挥官坐镇 而县府局处首长以及相关单位的主管列席 持续关注县内、县内清用店 以及用水淹水的地区、风桥还有风路等情况 要求相关的单位掌握最新的讯息 严防灾情发生 并与台风过后积极投入灾后附件的工作 现代徐真卫表示 虽然杜苏瑞台风并非直赴台湾 但仍带来相当多的雨量 对可能造成的淹水以及吐司流不容小雀 感谢县府团队各乡正式公所以及军方坚守岗位 提供协助地化地区以及前市溪流保全户 在26号及时撤离 而秀林乡户人在夜间视察水管却失足引发汗事 他表达沉重遗憾 并呼吁已经撤离已经收容民众 需要在安全的状况之下才能够返家 不可中途返家 保障自身安全 虽然许真卫也特别提醒在台风警报期间 指引人员务必注意自身安全 大家共同息息所面对这一次的台风侵袭 尤其是我们也蛮亚裔 但秀林乡的雨量是会这么高的 我们第一波的艇班艇客是因为第一个 当然南区是最靠近台风的万里环流 还有就是因为它是地震的区域 但这个台风真的带来给全线的力量 所以这两天我们要请政单位两队鱼要上山 还有请同志各乡政工所真的上山 请我们尽量定义上山 尤其是现在水含了非常多的土石 含有多少非常多的丰沛的雨 所以很容易滑落 会影响到大家的生命安全 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六四淡山和赤柯山 它的含雨量也非常非常高 它的土石含雨量也非常之高 那刚才从署人处长有传 我们六四淡山和赤柯山山上的状况 那是整个状况 因为这个台风只有雨势 并没有公式 所以这个一切都还算平安 针对灾害寝室泄流区域 现在许中也呼吁民众们 不要掉以轻心 防范自身安全 依据中央气善局预报资料 近海低洼地区远防海水道观以及淹水 请避免从事河域 海边观浪以及水上活动 另外有呼吁民众不要前往山区 县福运营台风相关最新资讯 将及时在花园县政府网站首页 县福联署以及花园县长许正为联署公告 请相亲随时留意 记得Join和视频道